来关心今天的中国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陆杰克访中 今天与习近平进行会谈 这是习近平上任之后 外国政府官员首次访问 也是美国财政部长陆杰克的 第一个外交行程 此行的首要目的 就是向北京政府施压 要求停止针对美国的网络骇客行动 以及协商美元升值 扩大开放市场等议题 美国财政部长陆杰克 19号在北京 与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会面 在经济方面 陆杰克呼吁中国减少贸易障碍 来促进全球经济的成长 会谈的重点 除了人民币与市场开放外 更重要的是 美方将要求中共 停止网络攻击行为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17号记者会上 对中共发动网络攻击的指控提问 并没有正面回应 据美国一间私人网络保全公司表示 上个月一起攻击美国的骇客行动 是由中共军方秘密在背后指挥 欧巴马总统更于上周在电话里 向习近平提起网络安全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安辞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